我一直都特别想做research 我们学校可能会有一些规矩 如果这个规矩不适用于你 你永远可以去打破它 比如说我们的independent research 通常情况下我们是 把它放在大四才能做的 但是我的一个图论的老师 觉得我在大二下学期 就可以做这个research 他主动跟我说 说规矩永远都是建立在学生之下 如果你在图论的任何方面有兴趣 你都可以跟我做实验 这边老师他就觉得你非常的有潜力 他们会鼓励你去追求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现在正在做我的生物化学的一个研究 这就是我们的斑马鱼养殖库 别看他只是普通的一个热带鱼 他现在成为了超过小白鼠 而成为最接近人类基因组的一个基因模型 作为普通的本科生 介入到这个新兴而且热门的一个话题时 我有多么激动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明白 我做一个学生的课论 我做了一大教育 理学父教育 rear方法教我们的心情 他们就教我们 然后他就叫我们 做过一些影响想用的 所以那就是我的介绍 而是虚众地看着一段时间 然后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停留摆拍摄 我去不同的地方 互相在不同国际 各地北地 互相辑 我讀的是商学 去年夏天的时候呢 我去了 TripAdvisor 实习通过我们的校友 Wayton的Business Program 是要求要有一个实习项目才能毕业的 她已经说过了她的美丽联系 与TripAdvisor上去年夏天 她获得了很多质量和强烈的商业 她能够试试试试 但也学习更多在工作的地方 所以我们很羡慕的她 我在学校的工作之一呢 是做Residential Assistant 我非常非常爱这份工作 这些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大家 嗨! 我比较喜欢运动 有一个女生是女篮队的 她听说我非常喜欢篮球以后 就非常一直在鼓励我 直接去跟篮球队的coach讲说 想去当一个manager 我就直接去了coach办公室 敲了她的门 之后呢 我就跟着篮球队一起训练 一起出去比赛 跟他们的关系也渐渐地变成了像家人一样 Wayton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 和喜欢运动的小伙伴们来的地方 当我来说我非常喜欢打篮球 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是通过运动认识的 朋友像Wayl啊 我认为最喜欢的朋友 我认为最喜欢的朋友 都在同一间 club 我认为最喜欢的朋友 特别喜欢的朋友 特别喜欢的朋友 特别喜欢德国文化 所以我来以后我就马上加入了德语俱乐部 就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年会举行大型活动 我认识好多德国人 然后他们就给了我很多就是就是菜谱 然后我们就学做德国美食 买了好多好多好多香肠 学校会很支持他 你要你要建一个你自己的俱乐部 那去建吧建吧 表哥给你填好 然后我们再给你钱 Vitem带给我的舒适感 让我感觉到了满满的惬意和惊喜 在结束一天的学习生活之后 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休息和放松 我觉得图书馆很多地方都觉得很舒服 快撒进那块就是阳光温暖 然后共和尊非常的强 所以你可能学着学着就烦牙了 我们这一届每周大家都会凑在一起 做一顿中式的晚餐 大家一起洗碗的洗碗 做饭的做饭 然后一起坐下来 吃饭啊聊聊生活啊 八卦啊 就会有一种一家人的感觉 I think Witten is a place that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get yourself into Vitem给了我们很多选择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更有主导性的生活 Witten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discover your value Witten会提供给我这个机会 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 Dream come true 的感觉 Witten Witten 是 每个人计划进去到这里